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又到8月5号的夜晚,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桑普频道, 我们今天就会有两节的, 我希望这一节之后隔两个节三个钟再播第二节, 希望对我的流量有些帮助,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comment,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patreon, 尤其需要大家付费每月赞助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收看这个频道之余, 分享给同路人, 看完影片,看完广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就分两节, 第一节我们讲一些奥运的消息, 还有我对于江文维下, 江文维的一些再深刻一点的评论, 不过点到即止, 因为很多人觉得听得很闷, 还有我这些新的东西才会讲一下 第二节我们会讲回美国大选的情况,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 我先讲这个关于 江文维, 根据有些网友叫Orochi Benlem, 他们在网页分享一些消息, 跟大家读一下, 因为看得到, 我们不只要认识到江文维本人, 还希望尋善去挖挖出, 究竟她的家庭是有什么背景, 即是两岁江文维, 父母带了她去到加拿大, 六岁回流回来, 九七之后回流回来, 所为何事呢, 江文维本身和父母是否都有加拿大国籍呢, 是否有护照在那边呢, 另外她回来之后做过什么呢, 现在慢慢有些东西开始发酵了, 很多真相的东西慢慢呈现出来, 这些情况, 希望大家再继续挖挖多些新的资料, 那我也在这个地方分享我所知的东西, 那个帖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知道父母和政治立场和子女未必一样, 但有时都反映到一个蓝红丝政治经济圈是如何形成和繁殖的, 浸会大学的校友网站披露, 江文维的父亲叫江国辉, 土木工程系毕业, 简单只要Google一下, 就发现她曾经担任过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中文不是文章的文, 是这个民国, 或者人民的文, 所以她整个名字你看得很清楚了, Chinese Peopl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国人民控股有限公司, 哇,多么小, 你知道在中国有个规矩, 就是你不可以写中国在你自己的公司名里, 登记不行, 又不可以写中华人民在你自己的地方登记不了, 那么你写中文, 哇,又取巧, 又可以突显自己用党国加持的地位, 而你敢用这个名字,敢给你登记这个名字, 本身显示到什么, 你是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就是你本身有一些人加持在你身上, 你没有一些党国高层的授意, 你怎么可能得到这样的一种荣誉呢, 你想想当邓炳强都说, 哇,我最支持江文慧, 当江文慧回到来的时候, 全部的左媒大公文汇所有对于江文慧的报道, 是一起办的, OK? 即是你对于他的报道, 和张家朗, 何思培, 欧凯淳等等的报道, 你比较一下, 是有一个量和质的分别的, 而看回这间公司的名字, 你就看到, that's something different, 第一个, 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和 是迪神发展国际, DESON, DESO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两间上市公司的director, 董事, 董事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什么, 他签名,代表公司签名, 写director, 他这个签名代表这间公司签的合约全部有效, 不需要任何的董事会股东会另外的授权, This is law, 这两间公司, 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和迪神发展国际, 两间上市公司的董事, Lisco, 而这两间公司有很多董事, 随便Google都见到背景深红, 我无时间逐个人去研究这件事, 个个都是根红, 顶白的, 也包括其中一个董事, 包括亲中的学者, 宋小庄, 大家知道他在文汇大公报很活跃, 有人说我什么在文汇大公报写专栏文章,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在文汇大公, 那些地方全是他找的党国的人去写的文章, 是不是,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全国港澳研究会历史,宋小庄, 当时很多以前阿斯美执的时候, 常常找宋小庄出来讲, 那些国情嘛, 做过这两家公司的董事, 即无论是一家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迪晨发展有限公司, 都是有关, 那你说宋小庄是什么时代的人物, 江湖时代已经出来, 是香港整个地下党组织, 或者整个亲共组织, 共产党组织, 相当重要的成员, 就是换言之, 这个宋小庄可以成为两家公司董事, 而同这个江国费江文蔚的父亲, 同路同报, 你知道这两家公司有什么了, 而宋小庄和江国费分别是七八十年代, 浸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校友来的, 宋小庄,江国费, 记住啊,宋小庄,江国费, 那这两家公司做什么呢, 中文控股主要在中国从事管道延期输配, 包括供应管道延期, 兴建延期管道, 经营城市延期管道网络, 灌装延期供应, 延期分销, 食材供应和卖场业务, 迪晨发展国际, 主要严害中国经营建筑业务, 包括屋宇建造, 机电安装, 室内装修等工程, 可见他们绝对不简单, 详细看回刚刚我说的Facebook的报道, 这些东西就是冰山一角, 希望大家能够尋善挖掘这么多资料出来, 可以和大家分享, 说回奥运, 奥运我说我很开心的, 我真是算我直言, 我尊重很多人, 香港人支持香港队的一些队友, 张家朗, 何思培, 欧凯诚, 四成一霸, whatever, 你们支持所有人, 我尊重, 但是我又没有同样的喜好呢? 不好意思, 算我直言我没有这么喜好, 希望你尊重我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心在台湾, 这个是我的现在的家, 也是我的国家,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不支持台湾队呢? 昨晚呢, 我想和一帮志同道合, 就一起在这个, 就是一家RevNow, 这里的一家live house, 香港人开的, 大家如果来台湾的话呢? 可以去参观这一家, 很好的, 很好的live house, 一家可以喝酒, 可以聊天, 很有情调的地方, 大家呢? 因为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呢? 哇, 就有人打开手机, 有直播这一场赛事嘛? 那他们就看回这一场赛事直播经过了, 那我由第一场看到第三场的, 因为打三局嘛? 什么赛事大家知道了, 林扬佩, 台湾看到, 再一次登上这个冠军战, 这个是奥运羽毛球, 男子相打的冠军赛, 分别就是由台湾队, 他们叫中华台北队,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台湾队的, 李扬和王齐伦, 俗称林扬佩, 去对这个中国队的这个, 王彩, 和这个, 姓梁的这位, 梁伟亨, 是不是? 梁伟亨的这个人, 那两个人呢, 就是两组人士的对立, 那当然啦, 他们实力地往相弱的, 我们不会带政治有色眼镜去看比赛的, 是不是? 体育归体育, 体育和政治一定要有相关的, 那你看的话, 我们先不带有色眼镜, 两个实力其实都旗鼓相当, 所以咬得很近的, 第一局, 台湾21-17赢, 第二局, 18-21赢, 第三局, 21-19赢, 不用打DLC, 非常好, 赢, 拿冠军, 登上台道, 就中华民国国旗港, 因为这个就是, 这个中华奥委会的这个中华台北队, 他要坚持的东西, 不可以奏国歌, 就必须要奏国旗歌, 其实无论这个国歌, 国旗歌来说, 都是中华民国的产品, 那和台湾, 其实这个情况, 会未来的地方更好呢? 可以更好, 但我们不会抗拒嘛。 今天,消息的存在赢了之后, 台湾人就欢天喜地了, 在台北车站, 高雄卫武营, 甚至在省吴大学, 临口那边, 也都相当多的人聚集, 尤其看到, 台北车站中庭广场, 有中华电讯做的一个大屏幕, 很多人, 成千人, 几百人在看, 跟着呢? 哇, 一看到最后一球, 大家都平息正气, 全民欢呼, 我们在酒吧那里, 虽然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有几十个人, 都相当非常振奋, 就是我想这个非常振奋的感觉, 我很久都没有过, 就是我以前看东京奥运, 都没有这么兴奋的, 看世界杯什么, 什么阿根廷赢冠军的一场, 都没有那么兴奋的, 这一场真的很兴奋, 台湾队赢, 第一个金牌, 跟着还要赢到中国队, 哇, 真是直树无子, 那我看回整个巴黎街头, 很多餐厅, 甚至没有在场馆之外, 场馆之内, 很多人都是台湾台湾台湾, 打着的时候说, 打完之后都说, 大家一起欢声雷动, 去到外面的时候, 拿着一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 虽然我们未必满意那种, 青天白日门地红纤, 四分之一, 全部都是红色的情况, 但是我们只是说, 大家都为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 而欢声雷动, 大家一起在一个地方庆祝, 虽然国旗, 或者一些展示台湾主权的物品, 甚至很多的一些情况, 以前有个女孩子的杨子云, 拿了一个台湾加油的绿色的纸牌, 就给一个老粉红抹收, 但今次没有了, 但也有点纸碟进去, 打进去之后画图就可以了, 我带进去的物品, 没有展示, 带进去之后说过台湾的图, 等等的东西, 举出来在那里庆祝, 也都有, 那我们看回呢, 大家知道奥委会禁止任何和台湾的入场, 这个对台湾的打压是相当大, 那有它的规矩, 也都不希望你带一些中国国旗进去, 或者其他人明, 但我只是说, 一些这样也是彰显到台湾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自强自乐, 才能够突破这个困境, 我们不断控诉, 奥委会没用的, 我们强起来, strong起来, 真是行的, 人家怎样攻击都不怕, OK?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未来更加要努力的, 那我们为了这一面金牌, 看到赖清德也都在, 就是在这个8月5号, 下午4点台湾时间, 透过驻法大使馆入吴志忠大使, 亲自颁发总统贺电, 被这个赢得出金牌的李洋和王齐伦, 李洋组称魔术手, 王齐伦组称重炮手, 他们天下武功违快不破, 你看到那个王齐伦, 哇,在后面不断杀球的东西, 非常难得, 当然,当中也有堕地, 坐在这里, 在一个地方挥拍的一刻, 地线, 几次的情况, 但我想没有影响到大家的这种表现, 所有的运动都是既讲实力, 亦讲运气, 亦讲心态, 实力呢, 双方奇古相当的, 即是叫高手过招, 怎可能说在一方面, 优越于其他方很多呢, 其实差不多, 格食格的, 足球都一样的, 什么球都一样, 但第二件重要的就是运气了, 台湾队杀球, 刚刚在八戒上面, 没有出去, 八戒当圆, 那就有分了, 所以这一点呢, 台湾非常有运气的地方, 因为中国队可以运用几次机会去抗议, 但每一次抗议都失败, 台湾队都得分, 那这些说真的, 这些责戒位, 说真的, 你射几次都没那么准, 射飞标都没那么准, 还那么远, 所以说呢, 这些是讲运气的, 所以台湾有点运气, 第三, 重要, 就是说呢, 心态, 这一次呢, 是很特别的, 第一场呢, 我想大部分时间, 都是, 三场呢, 大部分时间台湾队占优的, 那么第二场的情况呢, 台湾队是, 后来被中国队追上, 连追好多分, 追到呢, 刚刚说的18比21, 就是连追几分, 咬得很紧, 第三场更加紧要, 开始几分完全, 一追一, 一追一, 这样追上去,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 血脈沸腾, 肾上线素上升, 但是最后能够勇夺这个冠军呢, 属实不易, 而且破了一个重要的纪录, 奥运羽毛球史上呢, 是第三组二度闯入, 金牌战的男商, 亦都首次呢, 在奥运史上第一次, 有羽毛球奥运男子相打, 能够遗免成功, 是以跨界2021, 东京奥运, 2024, 巴勒奥运, 十二连性的记录, 称王的, 以这个李洋和王齐霖, 本身做拍档呢, 一段时间, 尤其是一年的时候的情况, 但是之后呢, 有非常低潮的时期, 换言之他们有拆当的风险, 亦都很多人看不起他们, 亦都觉得呢, 他们的打法有更多人可以, 能够被他们匹配, 甚至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们一切的东西, 有伤患的, 亦都有各方面的东西, 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且呢, 流言飞语极多, 那么今次黎奥运的时候呢, 他编入的队呢, 叫死亡之组, 因为有丹麦, 日本, 中国, 这些好手, 最厉害的人都入了同一个阶段, 哇, 而王齐霖和这个李洋能够胜的机会呢, 微乎其微, 之前呢, 甚至是要阵前换帐的, 好像要换这个Harris, 不要拜登一样, 甚至有些人想阵前换帐, 甚至没有呢, 你问李洋和王齐霖都觉得, 喂, 我们顶多打到八强呢, 已经很厉害, 全部的人都比我们厉害, 但怎料呢, 长长赢, 打到冠军赛, 赢了冠军, 拿了金牌先, 所以我们非常多谢他, 打得非常精悍, 压球杀球非常好, 胜负的关键在于心态, 但当他在第三局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大压力, 在这个时候呢, 连追几分, 然后呢, 继续继续继续, 被人追几分, 然后再继续一二分, 打下去, 他看到这种心态是无畏和冷静, 高手过招, 不在于你的实力, 是在于你的心态, OK? 即是你考试一样的, 说真的, 你9A 8A 7A 10A, 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 即是不会相差多远的, 你不要跟10U比较的, 但类似冠雅贵军那些, 真的相差不得多远的, 又例如你什么五星星, 五星星, 五星星, 和五星星, 和五星星, 差多远呢? 可能是一线资格, 但问题就是说, 就是那一线资格, 在于你什么呢? 不是你的实力, 而是在于你临场的发挥, 是不是?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不能当考试是一个完全, 人的机械, 即是完全反映到你的知识量, 不是这样的, 是有临场发挥, 你的无畏和冷静很重要, 所以做任何的事, 都需要无畏和冷静, 这一点很重要, 就算我回应别人的攻击, 我们昨天说过, 都要无畏和冷静, 据理力争, 但尤其是需要冷静, 这一点很重要。 做人做事是一样的, 这也是李洋这位优秀的选手, 奥运最后一舞, 跳舞的舞, 因为他就会离开奥职业运动员的生涯, 9月他打完台北的羽毛球比赛之后, 他就会离开职业生涯, 就会去国立体育大学做副教授, 做教练, 作用英才, 教授人家, 同时研究整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政策等等的问题, 也希望在这个地方精进自己学术的涵养, 能够培养到更多的人帮他, 王齐伦呢, 他就会继续做职业的运动员, 他没有了李洋这个拍档, 那怎么办呢? 当然也有其他人, 我知道罗嘉宁一个很好的女羽毛球的选手, 这个男朋友一下, 就将会成为和王齐伦的拍档人物, 那你希望未来的一个情况, 会有更多的好的表现, 所以台湾的运动是不死的, 那当然了, 台湾的运动, 很多香港的自然分日, 政府分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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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钱给钱给钱的, 那你以为给钱可以扶养到更多运动员, 接着凭着金牌就要求政府更多钱, 我不会做这种这样的呼吁的, 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关键的地方, 政府已经给了一定的钱, 之后令到很多的运动员, 现在已经成就了, 无论是杨勇伟, 无论是否失手都好, 大致荣, 无论是否失手都好, 都是凭他自己的, 兴趣, 实力, 然后发挥出来, 就能够赢, 奥运没有虚幸的, 就像何思培, 接受这个方力申的访问的时候, 奥运真的没有虚幸的, 你真的要靠实力的, 没有运气的, 你不经一番寒切骨, 烟得梅花扑鼻香, 所以所有的事, 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 有这样的努力, 都要有云才行的, 方展博, 输99铺, 都要倒下最后一铺才赢, 所以对共产党也是一样的, 要有云, 但是呢, 他赢99铺, 我赢1铺, 他赢100铺, 我赢最后一铺, 101铺, 就赢你了,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共产党, 你好像呢, 一个手握着我们, 但是问题就是, 你放不到手, 就等于你习近平很可怜的, 你继续要把你的专政机器捏紧, 你完全陷于被动, 假以时日, 土崩瓦解, 粉碎中共, 即将到来, 我们面对这个共产党灭亡的命运, 准备好我们未来的部署, 给任何人都实际, OK, 接着看回, 王齐霖和李扬, 两个都奄奄上升, 也都转轨去其转, 他的轨道去其他地方, 中国是怎样呢, 是吧, 中国首先派一些大妈, 在现场上, 夹实, 拿个摄录机, 看着你们每个人呢, 他掌上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就是大妈攻势, 嚇台湾人, 想着你们每个人在打气, 吃台湾台湾台湾台, 台独环顾分子, 每个人说你煽动颠覆, 分裂国家政权, 挖挖挖挖挖的嘛, 必须怕你,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看到央视, 央视很有趣, 央视本身就是不想播放这个节目的, 不想播放这个节目的, 但是呢, 突然之间呢, 就说更改节目表, 说要转播, 那是怎样呢? 这场比赛, 我记得10点10分, 昨天, 在这个, 即是, 酒吧到呢, 就是10点10分开始看的, 我第一场看到第三场的, 那么准时转播的, 全世界都是, 但是, 央视不播, 央视不播做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即是用图画, 图片和文字, 更新这个比数, 即时更新, 不播画面, 羽毛球蓝商金牌, 中国的梁伟亨和黄厂在里面, 你不播, 那结果是什么呢? 等等等等等等, 好了, 第一局都打完了, 第二局了, 那么, 于是乎如何呢? 去到, 10点52分, 有人说11点初, 就是大概这样的时间, 就播第二场出来, 就播了多少分钟呢? 40分钟, 一个播到第三场, 那基本上呢, 一个1分30, 一小时33分钟, 93分钟的赛事呢, 即是播了40分钟出来, 一到鱼羊, 台湾队的黄齐伦李羊, 获胜那一刻, 没多久一握手就咳, 为什么呢? 之后上颁奖台嘛, 升这个中华奥委会的中华台北期, 即是台湾奥委会的期, 跟着就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歌, 当然不让大家听得了, 是不是? 这些就是共产党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升, 播什么呢? 德国对美国的女子篮球小组赛咯, 真是小组, 那于是乎呢, 这个整个就是中国的色例内阴, 当梁振英还在骂罗冠聪, 你自己骂这个江民, 说不合你, 你看到这些政治凌鸽体育了, 这些根本上是子虚忽有的指控, 政治和体育本来是物不可分, 如果不是香港队, 说真的, 很多人都不会支持, 如果不是台湾队, 说真的都不会支持, 就是很简单, 今天如果你告诉我, 这位黄齐论和李洋, 是美国队的, 我们觉得, 除非你对中国队, 我们会支持, 否则的话, It's America, OK? 那美国队, 我基本上都很支持, 希望他金牌帮, 能够冲赢中国, 我们都某程度上支持的, 某程度上, 你看到, 如果黄齐论和李洋, 是菲律宾人, 是印尼人, 代表印尼队参赛, 都是那个黄齐论, 都是那个李洋, 那你会不会支持呢? 那你说, 这个和台湾没关, 才是假的, 一定是有关的, 不是怎么会, 在台北车站, 欢声雷动, 高雄卫武营, 欢声雷动, 我们香港人, 在这个酒吧, 欢声雷动, 我们是为台湾, 拿到这面金牌, 非常开心, 可能是唯一一个金牌的, 因为看到, 唐家红, 这个男子单杠的, 这个体操项目, 拿到铜牌, 相当优秀, 拿到铜牌, 当然, 他也有失误, 但他失误以为没有牌, 但之后那些强国队, 接连失误堕地, 结果就是说, 他怎么都拿回铜牌, 那怎么都好, 比赛就是这样的, 很讲运气的, 全世界不是只讲实力有运气, 就是拿到铜牌, 他们都相当开心, 起码现在一金三铜, 台湾也不差, 未来是否已经没有铜牌, 也不是, 也有拳击比赛, 放长双眼看, 很多人的不同的比赛, 能不能够成功了, 有些其他比赛依然是进行的, 晋级中的, 所以呢, 人人有希望, 个个没有把握, 希望实力, 心态, 和运气, 都到来, 能够让台湾队更取得新的成就, 那同时候呢, 我们看回这个, 这个大战当中, 香港媒体的表现, 是更加令人跌破眼镜的, 大家知道就是, 香港的媒体, NOW NEWS, 在昨晚11点43分结束的时候, NOW NEWS, NOW NEWS, NOW TV的NOW NEWS, 就是11点45分, 在Facebook发出之后标题的快讯, 我用他这样写的, 国家队梁伟亨黄厂, 羽毛球, 南商责银, 没有提及, 台湾奪金, 和台湾选手的名称, 香港电台RTHK的Facebook专业, 看坛无极限, 在11点49分发文, 说祝贺国家队, 羽毛球南商责银为题, 配以梁伟亨和王厂的比赛照片, 不过内民, 就提及, 台湾, 即中华台北的李洋和王齐凌, 击败中国队, 我想这方面, 起码内民有个特标题, 有简责, 但连NOW NEWS是很离谱的, 完全没有说台湾能够, 即是获胜, 其中NOW NEWS的铁文上载12个小时, 已经超过1500个留言, 260个分享, 有网民留言说, 不知还以为是银牌争夺战, 欠到银牌就是赢家, 就好像说, 希望中国都会收银, 收银就是台湾的说法, 银牌就是赢家, 中国一定赢, 什么是赢呢? 银牌的不是赢, 中国都一定赢, 银牌就是赢家嘛, 台湾两个字真的这么多人害怕, 有些中国人这样留言, 他说, 今排呢? 台湾奪金不敢保? 很多知识赛果的, 知道赛果的网民也留言, 公贺台湾奪金, 也有网民说, 传媒自我审查真的很重要, 综合香港六间电子传媒, TVB, 有线电视, KBTV, 和新城电台, 都是以轮阳配奪金为报道重点, 商业电台就是以梁伟坑黄厂, 羽毛球蓝商屈居亚军, 中华台北组合, 惠免金牌为新闻标题, 起码这些都静派一点, 就是我们觉得Now News, 和香港电台肯定有古怪, ok? 所以这个我今天都是台湾预录的一个, 就是外面做的一些节目, 又讲到这一点, 至于报章方面, 香港今天有五份报章提及这场比赛, 其中三份的标题呢, 交代赛果, 信报和明报以中华台北惠免为题, 而大公报呢, 就是根本上跟着耿耿党的路线, 梁伟坑黄厂与琼南商居亚军为标题的, 那可见呢, 就是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那当然呢, 我们看回专制独裁下的这个运动员, 他们每每, 他们有几个缺陷的, 第一呢, 就是说, 他们很受到一个, 一样的祭招, 就是默契的两个字, 就是你看回足球比赛, 为什么中国国足足球队永远, 不会拿到赢, 胜利呢? 因为, 足球是讲求, 自由, 自由, 自由才产生信任, 信任才讲求互相的交心, 交心之后才有默契, 如果你没有自由呢, 尊制呢, 人与人之间很难产生信任, 没有信任就很难交心, 没有交心, 没有交情就很难有默契, OK, 和我做节目的很多的朋友, 大家知道有些事情, 一讲, 你未讲, 看你的表情都知道你在讲什么, 这些是默契, 当一场球赛, 英国, 京格兰的, 或者是德国的, 或者是西班牙的, 或者是阿根廷的, 在他们本身球员之间, 默契很重要,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为什么阿根廷的球王, 他带整班的人, 美斯带整班人, 他们都有默契, 因为全部都懂的, 你今天不需要看的, 我在这个地方交什么位, 那个人知道是哪个位, 这个是默契, 中国都没有这些默契, 你要看, 这个没有sense, 整个是organic的东西, 羽毛求to a less extent, 因为单打就没有默契这个东西, 雙打, 无论乒乓球, 羽毛球都有这个东西, 中国在某程度上, 羽毛球因为分左右长, 前后脚, 可能左右可以前后摆载阵, 某程度上, 大家都有战区的, 这个默契就是, 这个球哪个接, 这个球哪个接, 其实那个默契相对要求低, 据说就是这些这样的位, 我会认为在这个体力的发挥, 走位方面, 中国, 你看回那场比赛, 默契是略顺于, 略顺于台湾队, 你看到那个战跪的显然, 逆境波怎么打, 中国也有逆境波打的方式, 第二场, 他不会输第二场, 因为他懂得打逆境波, 但他某程度上, 他的默契是缺少的, 证明什么呢? 没有自由, 就没有信任, 就没有所谓交心交情, 之后就没有默契, 这一点希望大家都明白, 中国球迷在乱说, 中国台湾省又赢了, 那你既然赢了, 那为什么, 这个中央, 这个党媒, 这个叫做, 中央, 这个, 选择过, 才给你看的电视台, 就是, 会搞到, 就是, 没有了有关的画面, 既然是中国台湾省赢了, 你们这么开心, 那为什么, 你们不为这个地方, 一起高歌呢? 一起庆祝呢? 是不是? 为什么要把画面关掉呢? 你谴责一下央视嘛, 是不是? 你跟我说这么多, 有什么用呢? 梁振应该说一下嘛, 你认为, 中国就是说, 嘿, 没有政治凌鸡体育的, 你说给我们听一下, 梁振英689, 你对央视呢, 将提前这个, 这个, 没收直播, 直接切断画面, 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是对的, 是呀, 不应该这么播的, 因为后面那些, 反党的国旗歌, 在奏播嘛, 那之前呢, 你也不播, 你台湾在赢第一个的时候, 你不播, 就是政治凌鸡体育咯, 啊, 我都说了, 政治和体育是物不可分的, 还有一帮人, 留言, 在他们自己的节目上, 我不管得了, 他们是言论自由, 但我反对这番言论, 政治和体育完全是物不可分的, 由以前, 亚典对斯巴达, 对纳沙道对拔萃, 对DGS对德望, 怯因, 全部都是物不可分的, 如果你认为, 哎, 每个都是为自己的损失, 谁赢我们都会开心的, 你不是交, 就是欺诈, 喂, 谁赢都会开心, 那今天李嘉超去跑的时候, 你开心不开心, 一个情况, 他拿跑我开心了, 他不是拿跑的话, 我就觉得, 他赢有什么开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拿跑也不开心, 觉得很噁心, 想转转头, 不想看, 就是说笑, 就是绝对没有开心, 这个就是分别所作,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看完这些新闻, 就重新去组织一下自己的思绪, 就不要人云亦云, 就是说, 哎呀, 政治和体育要分开的, 你说真的, 你自己门心自闻, 如果政治和体育会分开, 为什么中华, 中国人, 香港人, 他们拿牌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 但是其他队的员, 你的兴奋会少一点的呢, 那你怎么政治和体育分开呢, 就是你的政治和我的政治, 但是你绝对不会分开的, It's a matter of team competition, 是 team competition, 这个无论如何, 以前的菲立城邦, 到香港的孝制比赛, 一直到现在都是, 那台湾有什么要做, 刚刚你还没说完, 台湾更加需要的, 不是说政府一大堆的钱放下去, No, 台湾要做的是, 国小国中, 高中, 即是中小学, 将香港校制, 田径比赛的, model, 基本上很好运用, 我所知道, 我认识一个香港人, 孤隐其名, 他在这个地方, 是一间餐厅的老板, 他最近, 成为了一个, 中学的体育老师, 我也为他非常鼓舞加油, 稳定收入, 所以你看看, 香港人在这个地方, 我不死的, 喂, 香港中学, 他做过体育老师, 来到这个地方, 也做回这边的中学的体育老师, 他有一个感慨, 他跟我说, 就是什么呢? 他说, 台湾有大学的运动会, 也会有很多职业运动员的训练, 但是呢, 说真的, 都是读书行先嘛, 得志体群尾, 看呢, 最后是劣位的, 没错, 有体育, 但是呢, 随便练练, 课时比较少, 而且呢, 没有校制比赛, 说给大家知道, 香港如果真的没有校制比赛, 那沙都不会觉得, 哇, 觉得运动是一个荣誉, 或者觉得, 我们一定要对于运动厉害的人, 就算读书不厉害, 不要说,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他四肢发达, 本身都是一个talent, 他头脑其实很多, 跑步厉害的人, 头脑一点都不简单,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 我就说, 喂, 这帮这样的人, 在台湾那, 这些这样的比赛, 在台湾那, 没有的, 极少, 顶多都是非常, 玩泥沙式的东西, 没有那种, 集体的, 自豪感, 就是你想想, 以前在每年的三月, 在这个湾仔运动场, 现在都是, 学界有这个比赛, 田径比赛, 这个就是说, 无论男与女, 都是分开来研判, 跟着呢, 每一个地方会有竞争, 这个会使得, 每个学生, 对于学校本身, 有凝聚力, 向心力, 而且透过竞争, 公平比赛, 了解到, 我们出到社会, 都需要fair game, fair play, 就是我们不准人吃金药, 不准人偷步, OK, 不准人在那打人, 一定要很文明, 守规矩, 这样赢人, 赢的, 开心, 输的, 不要气馁, 性不交败不虑, 这些是, 基本的体育精神, 我们可以热烈地支持, 自己学校的球队, 但我们要尊重规则, 这个就是法治, 思想形成的胚胎, 而不止这件事, 你可以鼓励到很多运动员, 在这个地方站到头角, 不是说, 老师觉得你行, 骨骼精奇, 练武奇才, 把你放下来, 你不是透过比赛, 你赢给我看, 赢到就是奇才, 赢不到就是, 不是奇才, OK, 于是乎用这个方式, 优性劣态的方式来做事, 其实, 一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运作, 你想想, 这个可以培养到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培养到学生对体育的热成, 而且对于, 真的做运动的人, 不会觉得, 喂, 你是男领的, 你是做不到书, 赚几千元的, 嘿, 我做大律师比你了, 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 是每一个人, 有他自己的岗位, 那他做一个sportsman, 他做好一个, 做体育人的, 应该要有的本分, 这一点就很重要, 所以我经常说, 哎, 不怕的, 我们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培养好, 台湾的一个, 这样的体育的, 精神与氛围, 我觉得, 这件事更加重要, 而对于有一个, 就是很离谱的, 翁晓宁, 这个, 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 翁晓宁说, 哎呀, 看到伦阳配赢, 中国人的骄傲, 啊, 接着呢, 在另一个post里写, 台湾加油, 这些压两边, 我最恨这些压两边的人, 就是这些压两柱的人呢, 全部都是墙头草, 什么叫中国人的骄傲? 哎呀,不是,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了, 那样, 说真的, 有些香港人, 有些老一辈的香港人, 都是这样看, 但我只是说, 你已经脱离, 现实很久了, 希望你们明白到, 你说这番说话, 在台湾人眼中, 绝大部分, 不分蓝绿白的眼中, 是过时, 和硬移的, 台湾不是中国, 我再说多次, 台湾不是中国, 不要再把台湾视为, 和中国一样,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 当我们为台湾觉得, 天生我才必有用, 商金博尽还复来, 攀杂, 宰贡且围落, 回须一饮三百杯的时候, 证明到我们的身份认同, 就是台湾人, 很基本, 不要再和大家说, 什么都是中国, 不是, 台湾不是中国, 这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话头话脑, 脱离远失, 是如不可及的, 希望大家, 要明白, 这个是非, 也都知道, 喂, 这班这样的人, 不要再说中国人的骄傲, 所以难怪, 今天我看到, 黄定宇, 就是民进党立委上节目, 也说回这一点, 那么我觉得, 无论它是什么党牌, 但是, 我们觉得, 台湾就是台湾, OK, 那么希望台湾这个名, 永远都是不敬而走, 这样走出去, 能够使我们, 能够走得更远更远, 而希望呢, 台湾队, 能够在今届的奥运, 继续争取佳职, 这个是我冲心的期盼, 你说我不是偏心在这东西, OK, 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偏心, 而去呢, 这个对于, 譬如刚刚讲的, 林毓婷等等的东西, 他就是台湾人,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给他参赛, 我会觉得, 我对男女的分判是很基本的, 尊重原始奥运的精神, 看性器官, OK, 那么有些人说, 性器官不是的, 他可能是变性, 可能不明显, yes, 如果他性器官, 不存在不明显, 难分判, 或者变故性, 就进入我第二阶段的审理, 就是说, 究竟他有没有, 有这个, XY的情况, 或者就是这个, 掩飾体, 或者这个, 高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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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一般的情况, 就是看性器官, 这个, 希腊亚点奥运, 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百多年前, 奥运都是这样做, XY的掩飾体的发现, 是近这几十年的事, 那么如果你说, 你要改用XY来做, 验男女的标准, 完全不用验性器官的, 总之你验到身体有XY, 就是男的, 那么你要知道, 有些女生, 她们真的有XY验色体, 即有些有, 下体真是一个, 有个孔的, 即是一个女生的情况, 真的有XY验色体的, 甚至有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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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 那你说是否佔多数 一千个人有七个人大概是这样 即是0.7% 那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我就说如果他性精 即是他的性器官 明显不存在难分判 或者是涉及到有 这个变过性的情况 我们就要 比较难处理些 是不是要另立第三组别 非男非女给这班人去做 还是说验他的 XYNOR 这个高元素去处理 我不下个判断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 arbitrary的判断 这个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分析 但我们希望有一点大家注意 99.3%的人 是有这个性器官 为什么不用这个地方来做呢 我不是说我们强制当众 剥腹你不要误会 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会强制当众剥腹的 那可能第一件事 你的护照 或者你有关的证明 是一个表面证据 如果遇到怀疑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私密的空间 给一个第三国公正的医师 来做剥腹十秒钟的观察 那不是观察你有没有性能力 是观察你是什么的器官 而判断究竟是男组和女组 这个很基本 我想这个是 一个比较中度的看法 那你说今时今日 这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 这个 伊曼哈 这个 哈利夫 和这个 台湾的选手 林 玉婷 是否符合女生的标准呢 我所知 他们未辩护性 他们也不是说 没有性器官 他们有性器官 他们的侯位比较大 因为他的身体有XY的一些验识体 但没有人知道 但起码他表面上好像是个男人 但是他真的是个女人 那这种情况下 难道不让他有资格去参加奥运吗 而你要当他给他资格的时候 究竟是男子和女子 我觉得的判断很清楚 就是尊重传统 我想传统右派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传统 传统就是什么 摸三摸腐 第一届的希腊亚典奥运 认以明你是男子族、女子族 摸光着 你究竟是什么人一体 这个很基本 那时候哪有XY这件事 那你说现在你想要用XY这件事 传判取代 目测这个性器官 那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但呢 第一 现在没有比赛这样做 现在比赛基本上 IBA拳击比赛 要是验软素高股同 要是用这个护照 好像IOC的方式来做 没有一个常规 或者是按例 是用XY是验的 因为XY验 对于这些情况 会有borderline case 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那如何去做这个牌显呢 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当然了 你会说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妹妹 就是有一个女性的生殖器 因为她验到XY 所以你背她是男的 那她来说也觉得很冲击 那你说 你有XY的人 要她自愿退赛 例如罗林那些人说 你自己有XY 你自己退赛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平等精神 就是人权平等 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赛事 又怎样呢 当你现在 未有第三组别 给这些人的时候 究竟你要怎样处理呢 这个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情况 不可以视而不见的 那我们看回究竟 我不是因为帮林玉廷错 我是希望算入一个公正的规则 apply to everybody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清晰 即刻有结论 还有我觉得很难有争议的 就是你究竟性器官有没有 我再说一遍 如果性器官是改过来的 OK 或者说 那你有这个变过性的 或者你说的是 你如果骗我 那你就是取消你的金牌 OK 可以去填 你有没有变过性的 如果你骗我 最后发觉你有变过性的 那就取消你的金牌 就是当你是 伏违禁品一样 就是你违规 申报不实 那如果你说 你变过性的 那我们就要去 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 OK 这个是 difficult question 那现在我想 人类去到2024年 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则 讲这一点 变过性的 和这个 性征不存在 不明显 或者叫做 难分辨 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另按看待 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例如 林毓庭 和这个卡列的情况 我会认为 就是跟回原有的规则去做 就是说 性器官 不是强制 是一种 鲜密的空间 只是对于 寓意 就去骗 而这个骗 也需要取得 当事人的同意 OK 这点是重要的 如果你说有疑云 你不同意 这样的情况 最后发现到 你不是的话 不好意思 又持住你的资格 这是一个 fair game OK 所以我认为 大概这样的处理 OK 希望大家明白 那么 我的心绩 奥运说到这里 下次 下一节 再讲有关于 美国大选的问题